美国总统拜登在6号出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机台上基点里 而我们看到有评论就认为拜登出席是在彰显出 其政府团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推动台积电在美设厂的成果 而当下正在建设中的台积电工厂正面临着哪些挑战 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台积电美国工厂 总统拜登出席了今天台积电的机台上基典礼 拜登这次出席主要是为了向各界证明台积电来美设厂是他经济计划的成果 同时包括他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相关政策的出台 就是要凸显他对于解决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承诺 台积电在当天表示将建立第二工厂将在2026年启动更加先进的3纳米芯片的制造 这也使得台积电在亚利桑那投资从120亿美元上升至400亿美元 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外直接投资之一 这样也使得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成为继台湾本土以外 全球范围之内唯一一个生产最先进芯片的地区 而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援引台积电在上个月写给商务部的一封信中就表示 凤凰城的芯片工厂将面临一系列的建设成本和项目的不确定性 台积电就表示说在美国建立生产线的真正的障碍就是建造和运营的比较的成本 使目前整个运营面临到一系列的挑战 台积电提出了包括联邦监管要求施工期间的意外工作事项和额外的场地准备等一系列 六个大问题增加来在这里建设工厂的成本 台积电表示尽可能从台湾运来更多的设备 其原因就是很多设备在美国购买的成本较高 同时美国本地的供应商甚至无法制造相关的设备 而在今天出席的典礼当中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就是苹果的首席指引官库克 目前苹果已经确定从亚利桑那的工厂采购芯片 这个工厂的近三分之一的产量将都是被苹果公司承包 苹果目前也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之一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总统今天的出席是为了兑现 要把制造业和救援机会从海外带回美国这样的一个承诺 通过大量的补贴打出国防安全策略之下 但来改变面对美国高额的人工成本和无法满足亚洲制造业 刻骨的工作模式等现实问题 现在说制造业的回归仍为时过早 以上是尤方卫视杨明俊李战亲在亚利桑那的参与报道